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几个我们给大家讲讲NMAP的简介以及安装 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NMAP NMAP也称为Network MAP 它是一款多平台的网络连接扫描软件 可以探测计算机网络上的主机和服务 在我们渗透测试的初期 我们为了绘制目标网络的TOP图 探测目标网络上主机运行的操作系统 端口的打开情况 安全过滤机制的情况 以及运行的服务情况等等 我们就需要用到NMAP对目标网络 发送特定的数据包 对返回的数据包进行分析 那么NMAP就是这样一款 对目标网络进行特定数据包发送 对返回的数据包进行详细分析的 这样的一款网络扫描工具 那么NMAP的主要适用平台有 Windows系统 Mac OS X系统 以及Linux系统 NMAP常见的运行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图形界面的这种GUI方式 第二种就是说我们常见的命令行方式 那么大家从PPT上可以看到 左边就是很常见的这种命令行运行的方式 那么右边就是它的图形化界面 那么我首先来讲一讲 Windows平台的两种安装方式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我们在地址栏中输入NMAP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网站 它的域名就是NMAP.org 我们大家看这个就是NMAP的官方主页 我们在左边可以找到一个download 我们点击进去 那么NMAP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了不同操作系统平台下载的一些链接 我们在这里首先寻找一下Windows这样的一个下载 好的 大家往下拉就可以看到 微软Windows的这样的一个下载的一个链接 那么在这里他给大家提供了.exe的这样的一个安装包 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zip的这种压缩包 可以使大家在命令行这种运行方式上很轻松的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最新的版本是7.25的byt2 我们在这里可以直接下载一个这样的一个安装包 在这里我们点击下载 好的经过短时间的等待我们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首先打开这种exe的这种安装包 我们打开运行它 一路点击同意之类的 在这里可以选择他安装的一些的组件 那么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 这个其中很多的组件不要给它去掉了 还是建议大家全部都选上 确定一个安装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我们点击安装 我们在这里改成C版 在安装完成之后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桌面上找到这样的一个图标 我们点击它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我们NMAP提供的这样一个图形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界面 同时在这里我们打开我们的命令行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们在这里输入NMAP 大家看这个时候NMAP就已经自动的安装好了这样的一个命令行的一个启动方式 如果我们不需要使用到它这样的一个图形化的一个界面 我们可以下载它的这种点ZIP的这样的一个压缩包 我们打开这样的一个压缩包之后 我们把它拖动出来 减压完成以后 我们打开我们的命令行 我们在这里 把减压缩的这样的一个NMAP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包 其中有一个NMAP.exe 我们给它拖动到 我们的命令行当中 在这里我们回车运行 大家看这个时候也可以 以这种命令行的方式 直接运行这样的一个exe文件 好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完成了Windows操作系统这个平台上的NMAP的安装 那么下面我们还可以在苹果的这个Mac OS X的这种操作系统上面 安装NMAP这样的一个扫描工具 那么在苹果的Mac系统上面 它是以中端命令行的运行方式去使用的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在NMAP的下载页面上 我们也可以去寻找对应的苹果操作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下载链接 大家看这里是以DMG这种格式去进行安装操作的 同样的我们也在这里下载 然后在我们的苹果操作系统中 点击这样的一个DMG安装包 进行一个安装之后 就可以在我们苹果的中端上面去运行NMAP这样的一款工具 那么在这里我们不再过多的去进行一个演示 其次很重要的我们还可以在Linux操作系统上面 去使用这样的一款工具 那么在这里NMAP的官方网站给我们提供了这种 TA.bzr这种压缩包 然后还提供了RPM这样的一个安装的这种安装包 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再多说这个Linux是如何安装软件的 比较方便的使用的就是大家可以下载这个.tir.bzr的这种安装包 去进行一个解案安装 我们在这里使用我们的Kali操作系统去进行一个简单的展示 好的切换到我们的Kali操作系统之后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中端之中直接运行这样的一个NMAP的这样的一个命令 在这里把这个放大一点 由于Kali Linux是直接预制了NMAP这样的一款安全工具 那么在大家使用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之后 可以很方便的去调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它的功能参数和Windows其他版本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并没有什么不同 它的参数都是可以通用的 那么在这里老师提醒大家尤其注意一点 就是说有些命令在执行的时候 由于Linux是区分大小写的 但是Windows的命令行对这个没有那么的严格 偶尔的一些情况或者一些特例的这种命令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大小写是不分的 在Linux平台下面就区分的比较严格 那么大家在这里注意一下 好的给大家留一些客户作业 首先尽可能多的下载安装不同平台版本的这种NMAP这个软件 第二观察图形界面版本与命令行版本的操作区别 好的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